大家好,歡迎來到這集號外的曼聯新聞 一分鐘,為何無端出這一集呢? 就是現在我和大家一樣,都在這個deadline day 究竟看看曼聯今晚簽到什麼球員 首先提醒大家,轉匯槍到我們明天早上8點 有朋友說,所以沒那麼快 現在還算是時間上早,還有一整天的時間 到英國時間晚上11點才結束 我們應該是明天早上8點 為何要做這一集呢? 就是因為現在在Twitter上 上高已經差不多所有人都說 我們簽到一個叫Armachiori的球員 也有朋友今天較早時份都問我 這是什麼球員? 可能大家忘記了,在10月2日 其中一集最新轉匯消息的漫迷早晨節目 我們已經介紹過它 而當時 那一節的節目就叫做 《紫在一隊上陣30分鐘的新星Armachiori》 有它的名字,沒有花沒有架 所以現在傳聞就應該簽到它 但有趣的地方就是 就算今天deadline day簽到它 它也不會來曼聯住的 為什麼呢? 它雖然是18歲 但是如無意外 根據我看到的,它也會跟一隊 不是落於三踢的球員 但是為什麼還未來呢? 就是因為它要搞簽證 那個Visa還未搞定,以及那些PASSPORT的東西 如無意外,要1月才可以正式加盟 所以如果就算是簽了的話 也是簽了入童 但是1月才正式來 1月之前仍然會留在 Atalanta 阿特蘭大 踢著先 介紹多一點這位球員 他就是 阿特蘭大清訓系統 最近 很多很多球員訓練了出來 其實有一位他的同學已經去了祖雲達斯 據聞曼聯都跟了他幾年的時間 Simon Stone說已經跟了他三年了 你覺得這位球員很有潛質 很有潛質 不只是Simon Stone說我們跟了他三年了 他現在跟Atalanta在踢的 那個隊友 Papa Gomes 即是十號仔 現在Atalanta的十號仔 都說 他絕對是一個將來的新星 信我 在我們的訓練時候 他真的好像美斯那麼厲害 你也停歸到他 剛才所說 他在衣甲上陣了 他原來 我之前說了三十分鐘 原來說多了 原來上陣了二十五分鐘 但是 已經有一個入球 所以衣甲上陣二十五分鐘一個入球 也算是不錯 還有趣的地方就是 剛剛昨天才說 沒有了 曼聯你簽不到了 他會外借一年去Pama 但結果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Pama簽到另一個逆風 叫Valentine Mahala 所以就放棄了他 所以因為這樣 我們就 我不知道是不是叫懶失 即我二千堆還是怎樣 真的簽到他回來 但是 還是要等到一月的 OK 這個簽證的問題 我想很多球員都會有的 但是他為什麼要等到一月 我都不太明白 不過我懷疑 跟他的稅數有關 或者跟他的國籍有關 這個真是 為什麼也要遲些再分析一下 關於錢那方面 有些朋友 有些朋友就報道說是3000萬歐羅 但是我看到 Dimazio 這位也是叫做衣甲 那方面也挺專家的朋友 就說 其實應該是2500歐 那麼 1500歐就是 加上的 加上的 做到某些東西才能做到 我曾經聽過 有一個報導 如果 Cherry 做到 1500萬的加上 其實已經是很厲害了 所以 應該都是 未必一定那麼容易得到 但起碼 都是 一本半 所以 特意做這一集 就是說 第一 我們暫時 到現在這一刻 我們正在等待的卡雲尼 以及 Teles Alex Teles 即是巴西的左閘 都暫時 未有聲氣 但是 這位 阿瑪 遇無意外 應該有很大機會 不過 大家都不需要心急 因為 告訴大家 就算今晚 他有消息的話 都是要一月才會正式來到萬聯 所以大家都不需要心急 亦都因為這樣 所以今天可能都會較遲的時份 才會有消息到未定 甚至乎 其實如果一月才來 等一月轉會槍 正式簽約都還可以 不過當然 簽約當然盡快做好了 因為如果不是夜長夢多 就只會搞的 所以 大致就這樣 這次節目是一個特別的號外 就跟大家說一聲 這位暫時 最多人說 簽到的球員 就是一月才會來的 這次節目就這麼多 多謝收看 拜拜 初次集團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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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說到有變化 多謝各位收看,拜拜